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个既敏感又刺耳的词 那胖不仅会影响我们的体型影响我们的行动 同时也会影响一个人的自尊和自信 那同时也会影响一个人的健康 在超级减肥王当中 有着最美女胖子之称的吉伟佳呢 就曾经因为体型过于肥胖而遭到男友的抛弃 比起失恋的痛苦啊 减肥受的那点罪还真算不了什么 最近吉伟佳在减肥王当中成功的啊 减掉了60斤 它会是个什么样子呢 咱们赶紧去看一下 看最美女胖子训练时变身拼命女汉子 为瘦身付出的代价着实让人心酸 经过此番魔鬼式训练 吉伟佳的瘦身成果惊煞旁人 短短两个月 吉伟佳从210斤成功甩肉60斤 如今150斤的吉伟佳脸蛋瘦长 从双臂到腹部大腿都轻瘦了许多 而论起吉伟佳最初决定减肥时候的动力 执着而纯粹的理由让人动容 正是靠着这份骨气和不甘心 吉伟佳才有了减重60斤的瘦身成果 如今吉伟佳已经迫不及待的 希望自己能够脚踩高跟鞋 穿起漂亮的裙装 眼前这个越发自信的小姑娘 也逐渐有了追求爱情的勇气 在海选的时候认识了一个男生 让他那种气场所吸引 然后就慢慢慢慢的吸吻 现在就那天问他的女朋友的标准 他说是比他要轻 我说那你现在多少斤 他说124斤 我说那是100一不120 经过两个月全封闭的训练 吉伟佳从一个爱偷懒怕困难的小姑娘 变成了成熟刻苦的励志女汉子 前些天正值吉伟佳的生日 他委托工作人员写给家人的贴心话 一度让父母为吉伟佳的成长而感动流泪 妈 你会觉得我是你的骄傲的 我会尽我所能坚持下去 我在这里学会了营养餐 我回去了都交给你 咱们一家人一直健康 在床上躺上去特别想回家 但是我感觉 他们也是我的动力 我不能想他们 越想他们可能在这就越不能坚持了 在超级